如果 D 1 跟 B C 平行的話 請問你 上面這個小三角形跟下面這個大三角形 會不會相似的 答案是會 答案想要去喔 先寫是 好 那為什麼呢 來 我們請看一下 很明顯的 小三角形的 A 主義裡面是有角 A 大三角形裡面的 A B C 是不是有角 A 已經有兩個 A 了對不對 好 再來請問你 角 D 有沒有得角 B 有 這兩個是什麼角 同位角 所以根據什麼相似 兩個人都有同一個叉叉嘛 兩個都有圈圈嘛 所以有叉叉是怎麼相似 A A 相似 好 那我們怎麼寫呢 來吧 我要寫一下正名題 來教你怎麼寫正名題 在三角形 A 主義 和 三角形 A B C 當中 好 你就寫了因為 這叫因為的意思 不好意思 寫一下 因為 角 A 等於角 A 就是兩個三角形都用到同一個角 A 還有再來角 B 等於什麼 角 D 什麼角 叫做同位角 好 同位角相等 那又有兩個 A 嘛 所以有沒有相似 有 所以就寫 所以 三角形 A 主義 相似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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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一 有這個符號叫相似的意思 就是沒有寫等於 看懂嗎 這叫什麼 這叫這個 這叫全等 那這個呢 這叫相似 OK 說明顯示 三角形 A 主義 相似於三角形 A B C 然後一樣 那個角度會對好 A 對 A B 對 主 然後呢 什麼相似 你要寫上去 A A 相似 OK 好 這個你看一下